政府下月退出新巨屋 150萬都有機會做業主? 台灣有市民著作聲稱保暖外套上山 誰知冷到差點幻想, 低溫症沒命 其實我們應該點蛋這些遇寒衣物 專家為你拆解, 馬上東張細亡 歡迎收看東張細亡 說這麼快, 今天已經是年初六 我就是在農曆年第一次做節目 所以祝大家, 雞年由頭旺到年尾 Toby, 你就青春常鑽, 密運成功 下年派利是 謝謝…Hidy 在這裡祝Hidy和很多觀眾 再一次雞年是行大運 好, 接下來你是否打算明天撈利是? 對, 因為明天是初七, 別人 通常人們說唱生日歌之餘, 要撈利是 我會先去到十五千 因為我相信利是會陸續有來 再加上我們的媽媽級 會乘機嫁下女兒 女兒要儲錢, 儲來買自己喜歡的玩具 當然乘機替她認紙幣, 加數 二十加二十等於多少? Hidy媽媽, 你別玩了 你女兒怎麼會計算這麼容易的數 利是錢也不僅這個價錢 不過說得對, 年輕人就要儲蓄的概念 年輕人買玩具, 年輕人買磚頭 好消息, 又有新居屋即將推出 還要有三個這麼多 分別是彩虹區和煤窩 總共推出二千一百個單位 初步計劃以去年十二月市價七折定價 估計煤窩小單位 一百五十萬就上車了 聽起來好像挺吸引 不過上班人士聽到煤窩就耍頭了 煤窩這裡, 置業的話 你會不會有這樣的考慮? 不會, 太遠了 如果上班也挺麻煩 怎麼這麼說呢? 坐車又坐船, 玩玩就行了 香港那邊上班就方便了 是 但如果九龍新界就遠一點 在哪裡上班? 荃灣 荃灣上班? 如果在荃灣上班, 過來這裡住 你覺得怎樣? 那就沒可能了 我剛剛在中環搭船 過來煤窩碼頭這裡 在這裡, 而新居屋的位置 就在那兒遙遠的附近 等我計時, 看看走過去要多久 我用了大約五分半鐘左右 就走到銀礦灣路東的新居屋這裡 而沿路走進來 其實也有一些樹蔗蔭陰 附近也有不少食屎 站在我這個位置 還可以看到另一邊的新居屋 讓我走過去看看 走多大約三分多四分鐘左右 就過來這裡 銀礦灣路西的新居屋 而這裡旁邊就是一個消防局 而景觀整個都是山景 其實感覺挺清幽的 環境就夠安靜了 不過大家最擔心的就是交通和配套 賺食方面的問題就不大 有熟食市場和帶牌檔在左近 基本配套都有齊 不過交通就麻煩一點 要麼就乘巴士去東涌轉車出市區 也挺長途的 另一個選擇就是乘船出去中環 大約三十至四十五分鐘左右 不過一定要預好一些時間 而且交通費也挺貴 單程計就二十九元 如果買月票就要五百三十二元 接下來四月還有機會加價 這裡就以低密度住宅為主 單位不算太多 管理費就可能高一點 相比起煤窩, 這裡就方便得多了 我身後的就是位於彩興路 平石遊樂場旁邊的新居屋項目 落成之後會有三棟大廈 提供大約一千四百個單位 新居屋將以赤價大約七千元定價 即是一個四百尺的單位 都要接近三百萬 由於價錢比市價便宜了一折 而且為處市區 估計這個項目 會成為今期居屋的搶手貨 交通方面, 新居屋最近的港鐵站 就是彩虹站 讓我測試一下 由這裡走去要花多久的時間 由彩虹站起步 沿著新舊清水灣道走過去 其實都是一條直路 路線也不算複雜 由彩虹站走到上來 用了大約十分鐘左右 不過沿途是一條大斜路 而且沒有遮擋擋 老人家走上來就會比較辛苦 鹽在地鐵站走上去辛苦的 可以選擇小巴 在彩興路也有小巴直達彩虹站 鄰近的新清水灣道也有巴士站 所以交通常算方便 但因為靠近公路 部分低層單位 難免會受交通噪音影響 而配套設施方面 只要走一條行人天橋 就可以到彩虹商場了 彩虹商場設備比較齊全 但是如果想買菜多一點選擇 就要去到牛池灣街市 只不過這裡的居民 都擔心新居屋入貨之後 鄰近的配套設施會不夠用 我覺得應該要… 商場要多點食材 因為那邊的食材只有一、兩間 對, 就不是太足夠 看管, 少一點就要落到牛頭局那邊 人師表面髒也未必真的很髒 表面乾淨也不一定乾淨 很遠 很遠 不過有些東西你看得漂亮 就一定是漂亮的 來到雞年, 澳門的賀年活動一羅羅 當中一定不少年初三 由澳門旅遊局主辦的花車巡遊會演 今年已經第五年了 為了配合雞年, 今年主題是 百了朝皇暴春曉 還以鳳凰和金蛋當主角 如意萬盡根身, 財神高照 而花車巡遊會演的十四部花車 還一早準備好, 打扮得非常英俊 車上除了有應節的金雞造裝飾 也有其他特色的主題 還有澳門近年的新興地標 都會在花車上找到 在花車巡遊會演開始前 就有拜神儀式 大家都誠心祈求 今年會演繼續順順利利舉行 亦由澳門旅遊局局長 文耳華帶領徹蕭珠 還有三隻龍精虎猛的獅頭座慶 兼同大家拜年 今次的巡遊會演中 除了閃爍奪目的花車外 還有十六支本地團隊 和八支海外團隊 多達688名的表演者 為大家帶來精彩的表演 而花車巡遊在澳門科學館前地起步 之後經過觀音蓮花園前廣場 及觀光塔街前地 沿途還有雞仔公仔 還有發光棒的紀念品 派發與眾同羅 再加上銀龍、鳳凰等的喜慶表演 在一路上座慶 令澳門增添不少賀年氣氛 最後到西環湖廣場 還有欣宜 還有Fred唱歌給大家聽 兼重頭戲3D燈光Show 大家都看得很開心 花車巡遊會演這麼好看 大家記得留意 2月4日星期六 晚上10時半 在翡翠台播出的 澳門旅遊局呈獻 新春花車巡遊會演 齊齊感受澳門的新年氣氛 台灣有市民穿著聲稱保暖外套上山 誰知道冷到差點 幻想低溫症沒命 其實我們應該選擇這些遇寒衣物 或者專家為你拆解 稍後東張西望 回來東張西望 今天看新聞的時候 看到一則喜訊 就是我們香港人和台灣人 在今年2月開始去東京旅行 在成田機場下機 就可以免費得到500MB的數據 對,只要到達成田機場有關的櫃位 就可以拿張SIM卡裡 就有500MB的數據 不過就要先下載應用程式 以及註冊了才行 大家用的時候 就再留意當中的細節 雖然說500MB的數據不多 不過用來上網 或者聯絡親朋即友的 一定很夠用 對,這個服務也很窩心 有時候去旅行之前 未必能買到SIM卡 或者如果未買到地 立即去找又未必能找到 你知道,很想立即去找 哪裡去購物、哪裡去吃東西 對,我們出國旅行 除了要電話卡和Wi-Fi之外 其實一件多功能的外套 都非常重要 還要選對自己 滑雪要營,行山最重要是造型 一見這些多功能的外套 怎麼可以少有呢 不過有些多功能的外套 可能只有一個型字 未必真的能保暖 日前,台灣有個二十多歲的男子 穿著一件多功能外套 踩單傘,衝上合歡山 當時山上氣溫大約九度 但是就差點凍死 巡邏隊救他下山的時候 他仍然全身戰鬥 事件引來各界的熱烈討論 因為這位男子穿的外套 在廣告上聲稱全天候保暖 又說防風、防水和保暖 誰知連九度也受不了 有人說大家買衣服只是看名牌 要漂亮不要命 現在越來越多人喜歡穿多功能外套 究竟有沒有效呢 我們就和有戶外運動經驗多年的 鍾建文、鍾Sir 一起詳細研究過這次的事件 他相信這次引發低溫症的 未必太關鍵外套事 很可能是件底衣出事 其實最重要是做一些運動 踏單車 當你出汗之後 上到高的地方 甚至冷的地方的時候 就算我穿最漂亮的 擋風防水的衣服 但是裡面的,因為底衣濕了 那你就一樣會冷 一樣會做不到你的保暖作用 其實所謂保暖 意思是透過衣服、外套 阻止人體自身散發出來的熱量流失 而我們的身體遇上風或者水 都會令體溫急速下降 所以一見多功能外套 要達到保暖的效果 建基於三大因素 防風、防水和透氣度 但是坊間有不同的外套 我都聲稱有防風防水功能 其實是甚麼意思呢 我們就邀請了 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 跟我們做個實驗解釋 首先,我們會以美國標準 做一個防水功能的測試 這部儀器會以同一速度 流250毫升的水在外套表層 再根據水的滲透程度 而判斷外套的防水功能 咦?我們測試出來 水可以滲入這件外套的表層 對,那就是防水不防水呢? 要不是這樣說,是防水 防水的話,始終是看裡面有沒有寸 這件衣服的話 你會看到表面甚至塞了 但是裡面的話,也是乾的 這樣的話,保暖的效果 也不會受到影響 為什麼? 水沒辦法穿頭這件衣服的話 可以保持我們的身體 和裡面的衣服始終是乾爽的 水是很好的導熱煤價 如果塞了的話,熱量很容易流失 要是乾身的話 就可以對人體的保暖 還有很大的功效 這樣選衣服的話 其實外面那一層 也不是那麼重要 是,反而是 比水不能穿頭的衣服 是最重要的 那防風力又如何? 我們將市面上常見的 兩種風褲布料做了一個測試 藍色這塊布摸下去就貼近膠質 比較像我們平時穿的風褲質地 而綠色這塊布摸下去就軟身一點 比較像棉質 究竟哪塊布的防風力強一點呢? 我們將布料放在儀器上 數值越大 代表布料的防風力越低 那經過你的測試之後 哪一個比較防風呢? 是,我們看到這塊布的話 可以…比較多的胸部可以穿頭 表示防風的效果比較軟 反而這塊布的話 是比較少的胸部可以穿頭 就表示它的防風功能就會比較強 但Gloria,我們家裡 不可能有這種機器 是 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測試一下自己家的衣服防風呢? 是,我們可以用自己用的 最簡單的方法去做這個測試 我們用手維持一塊布 貼上自己的嘴巴,你吹是… 你自己的手就會告訴你 那塊布是否防風的 除了防風防水 原來保持身體乾爽 都是人體保暖的一個重要因素 特別是做運動的時候 然後人體大量排汗 汗是擠在裡面 擠在那件衣服之後 水要是很好的倒液的霉價 會帶助大量的水分 特別是當運動停止之後 人不是產生那麼多的熱量的時候 大量的熱量流息的話 會導致一個很嚴重的事 穿到低溫震 Gloria就示範了有些布料 可以單向倒水 代表能夠快速排汗 令身體保持乾爽 摺起的那一面就是貼近皮膚的衣服層 而沒有摺起的那一面就是衣服的外層 你會看到當我們出汗之後 從皮膚的一面很快可以傳遞到第二面 而在皮膚的一面始終是保持乾身的 其實有某些國家出口的多功能外套 是接受過防水測試的 如果標籤上寫著10,000mm 應付日常生活沒什麼大問題 但如果要去滑雪、去極地等等 最好就選15,000mm至20,000mm 大家選購時 可以留意掛在外套上的相關標籤 再按自己的需要 選購不同防水程度的外套 經常都說冷就要穿多一件衣服 但穿多幾件又或者越穿越厚 是不是真的保暖呢 鍾Sir,你叫我穿成這樣有什麼指教 我們有一個方法叫三層衣服 現在這一件就是第一件 我們底衣服以貼身為主 因為貼身的衣服 你會有暖氣沒有不容易 即是離開你的身體 還有快乾作用 穿完之後 然後譬如有些地方會比較冷 我們就加一件我們叫中層衣服 普通來說,沒有風的 衣服已經足夠了 這兩件穿好之後 譬如你去很冷的地方 有風了,加一件 這些叫擋風防水的衣服 擋風防水 純粹我們為何會有三層衣服 就是每件衣服都有自己的作用 那底衣服就是排汗 中層衣服的保溫 而外面這件衣服 就做到一些防水、防風 那如果我現在這樣穿 我無敵的了 多冷都可以了,鍾Sir 其實在香港原住沒問題 甚至你去普通的被迫行山 我們多數都是這樣穿 但是當然你去到極地地避避防風的時候 你可能要戴一件羽絨 正常的羽絨 我們穿在這件衣服 擋風防水的衣服的裏面 羽絨是不可以防水的 你會發覺如果我有件衣服 透到氣, 防水的話 羽絨在裡面 保溫性會更加好 大家選購外套的時候 記得想清楚自己的用途 選一件適合自己的 除了要承認, 實用也很重要 Hidy, 你新年的時候 有沒有擁兩手煮一些美食? 都有, 不過發揮空間就不是太大 對, 最主要就是煎糕、煎糕和煎糕 不過要煎得脆口, 但又不油膩 你也會有些功夫 我認同, 我過了幾天就去了旅行 所以我每餐都外出吃, 不用煮 不過你說現代的女性 是不是一定要懂得煮菜? 就見仁見智 但如果你是形男索女 再加上一些廚藝 真的很吸引, 很加分 很吸引 新年你們最開心的是什麼? 吃的 吃的 今年雞年, 我當然要煮一隻 白切雞給大家吃 好, 開蓋 錯了, 乖 好, 不如我負責煮甜品給大家 那我就負責吃 別看兩個女生這麼漂亮 就一定不會煮菜 原來她們都是入廚高手 看看麥明斯斬雞的手勢 就知道她多有功價 Grease說自己煮中菜不太厲害 但做得節目找食飯團多 都偷渡客人, 尤其是甜品 為什麼她們可以吃都不胖呢? 很豐富… 很豐富 很豐富 已經吃到… 其實我喜歡這些… 味道很滑 是不是? 很滑 挖過… 挖過什麼? 挖過什麼? 她自己看 挖過什麼? 挖過, 挖過豆腐而已 我很喜歡跟他拍飲食節目 因為他真的吃得尊尊有味 我覺得觀眾看會很開心 很真實 我也喜歡跟Grease拍 因為她很漂亮 那我呢? 那我沒試過 先試 現在就試看 對 也不錯, 不怕 好的 剛才我第一次看你斬雞的時候 我覺得你真的很厲害 我馬上跟媽媽說 她看一句就說 我教你了… 等你都拿了一份 那你有沒有學習到? 還不吃就有 我經常說很多話, 煲湯、斬雞 我好像說了很久 但其實還沒試過 其實個人夠煞氣 是不是? 很狠狠的 不要怕它 平時你會有很多壓力 那你不就是發洩? 對 那我們快點試過Grease的甜味 好, 等了很久 好, 謝謝… 如何… 又漂亮又甜, 就像Grease一樣 對, 我很會說笑 這段很功夫 很開心… 我希望有一部劇 我們可以… 我剛才真的這麼想 做很甜蜜的姐妹 我真的這麼想 如果我們第一次開箱就很久 不用做阿波 你先走開一點 我先走開, 我們正在甜蜜 我們這裡可以一起甜蜜 三姐妹… 好好… Hidy, 你有沒有試過約朋友的時候 那個朋友明明說自己出門口 但其實很明顯聽到 他家裡的電視聲還在家裡 又或者他跟你說 還有兩條街口就到了 但很明顯聽到 嘟嘟的八達通聲是剛剛坐車 當然有, 如果這個人本身的誠信比較低 我們就會說不如跟你試掌 很掛念你, 很想馬上見到你 但接下來的應用程式會有一個全新的功能 就是實時位置追蹤 即是說它會直播你的群組裡面 各位朋友究竟在哪裡 他的行蹤就一目了然 Toby, 如果有這個功能 你會用來追蹤別人 還是被人追蹤呢? 好像兩樣都不太好 每次都要檢查 大家都說過信字 你不是想檢查你的女兒嗎? 他現在五歲還經常黏著我 所以我不用追蹤他 但長得十多歲的話 我也很難說 果然是一個好媽媽, 暫時… 不過現在你可以親自回家 檢查你的女兒 好, 再見 再見 行山成為港人熱愛的運動 善用行山象 有效減低腰室壓力達兩成半 使用不當就隨時勞損, 甚至受傷 留意東張細網